来的已经有爱恋灯区 主打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爱情故事花灯 一边是东方的牛郎之女 另外一边的是西方的灰姑娘故事 精致的南瓜马车浪漫雀桥 他们都是今年台北灯节的最新创意 配合元宵节后就是情人节 台北灯会首都推出爱恋灯区 新人爱路两边一左一右 一边是东方七夕牛郎之女 另一边是西方的灰姑娘 通过前所未有长达72公尺的故事花灯 呈现出两个不同文化中的爱情故事 一个是东方的爱情故事 一个是西方的爱情故事 因为配合情人节 我不用打格子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线条都是很干净 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花灯最颜色 还有那个花布都是表现到最完整的方式 摒弃传统花灯做法 设计师特地用手工拉出灯的形状 以立体浮雕手法营造出花灯立体感 传达出浪漫气氛 这次是台湾第一次去台湾 它是美丽的 美丽的表演 就连了台湾观光的外国情侣 也头一回看到爱情花灯 迎接情人节 届时阿联丹区还准备了送玻璃鞋和告白活动 这是要吸引情侣 到丹节来约会 周新闻顾向腾光南台北采访报道